女女被日本偷袭,刘云龙逃了出来,但她的老婆被山本绑到了平原县,当时独立团是分散的,刘云龙身边兵力很少,所以才让山本得逞了,山本残忍地屠杀了赵家喻的三百多名乡亲们,她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刘云龙,刘云龙集合兵力加上一些地方武装,人数已经接近上万人了,集结完之后,刘云龙要攻打平原县,刘云龙一鼓作气到了平原县城的中间楼外面, 山本看情况严峻,不能一碰硬,于是把李云龙的老婆绑了出来,山本这样做是想威胁李云龙退兵,山本跟李云龙说,自己绝对不会投降,李云龙想夺回平原县的话,只有一条路,就是用意大利炮轰炸城楼,但想而易见,自己的老婆也会死,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疑惑,李云龙攻打平原县是为了救出自己的老婆,为什么还要这么做? 李云龙深知,日本军队做事残忍,肆无忌惮,不管他怎么做,山本都不会放过他老婆,他是为了赵家运三百多位无辜的相亲,想给他们报仇,在民族大一面前,